大家好,欢迎来到表述坎世界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大规模的拒签中国企业的签证申请 明年1月7号到10号 在拉斯维加斯将举行非常知名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往年来这个电子展吸引着大批的中国公司参展 但是最近这两年因为美中关系紧张 参展的这些企业的数字是越来越低 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电子展的中国企业非常多 那么当时有1551甲创下了历史的记录 可以说是在所有参展商当中占据了三分之一 因为通常这个展览有4000多家企业参加 但是特朗普发起了贸易战之后 这个数据就开始下降了 到了2019年的时候 来参展的中国企业有1213家 到了2020年的时候又跌到了1000家 那么在拜登上台之后 他仍然还是用国家安全这个名义呢 限制中国企业来参加这个展览 2021年的时候呢 还参加的只有210家 当然这个可能也跟这个疫情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2022年呢 仅有159家 那么2023年 这个数字升到了493家 那么在去年呢 2024年这个中美贸易关系相对缓和一点 这个展览呢 中资企业呢 大幅的增长到了1114家 拜登要下台了 他呢 恐怕也无所谓了 出了点狠招 所以根据媒体的报道 这一次想来参加展览的中国企业的签证 又遇到了很多的麻烦 据这个报道说 有一些企业的员工 拿着这个展会的邀请函 去美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去面谈 结果呢 人家二话不说 就直接把你的这个商务旅行签证的申请给拒了 而且据说啊 很多人被拒 人家当然也不会解释这个原因 但是呢我们是可以预料到的 现在美国在全方位的封锁 高科技和科技产业之间的交流 那么这些人想来美国的 今后会越来越难 特别是在明年1月20号 特朗普上台之后 可以预料到 凡是涉及科技领域的这种商务签证 可能会遭遇更加严格的这个审查 甚至大规模的拒签是非常有可能的 当然了 他不太可能就是说100%的拒签 有一些科技领域的这个人 他可能还是能够获得批准 他仅仅是在一些美国人认为 可以所谓军民融合的这种科技 或者是军用科技 这一点应该来讲是他们拒签的一个理由 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不管怎么样呢 如果你在科技领域 你还是可以去尝试去办理签证申请 毕竟它是一个十年签证 我们在短期内还看不出来美国政府会取消这种十年签证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去尝试 好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分享到这儿 别忘了订阅表示砍世界 下次再见 好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